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有些信息我们在这儿看不到 但是在香港能看得到 所以每次徐老师有一个习惯 飞来之后带一堆香港的反动报纸 或者黄造报纸什么的 给我们开开眼 最近徐老师有什么关注的 我就飞机上看到一个报道 美国他应该知道 现在以个人拍录影放上去的网站 他们最近做了一个评选 看什么短片的点击率是最高 那么事先大家都估计 不是张玉吗 那差远了 那个是拍不到国际级别了 那个国际性的张玉叫Paris Paris 他呢是拍了一段 被他们称为叫淫荡短片 他那段片子很火爆嘛 人家就以为他的点击率一定是最高的 因为一般人估计嘛 网民嘛 咱看看那个 就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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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性感 Paris 对你看 在这里下不来 在内地这个网站根本就下不来 封掉他的 但是只有张照片 你们可以看到 网民都封掉了 但实际的情况是 你看看这个画面 你看这是非常 啊 你看 要不说香港开放 这家伙没穿内裤吧 谢谢 anyway anyway观点是结果他根本没得第一 得第一的是谁 有谁能够在全世界的劳工阶层当中能够打败他呢 是一个加拿大的个十五岁的胖小孩 做了什么事情呢 你们可以看看 咱们来看 这个在网上可以掉 对我们刚才在网上找着了 这是 哎呦别把自个儿给闪着 他是 他这叫什么科呢 徐老师 然后就这个片子 现在全世界最热 九亿多点击率 而且呢 已经把它制作成漫画了 电视台已经要请他做明星了 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 点击率就是一切嘛 你有九亿多的点 他超过刚才那个性感明星好几倍 但是这个人自己呢 一点都不领情 因为是同学偷拍的 所以他呢 要同学他在诉讼 要求赔偿两百万港币 整个这个事情 还有第二名也是一个很怪的人唱歌 整个事情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现在这个互联网啊 你们都有责任啊 造成一个全世界的反制风 反制 就是说他 智力的智 对 智慧的智嘛 智慧的智 就是说他除了裸体女的 就是那淫荡的以外 就是就是反制 而这个反制呢 不是说他们本身不好 我没有讲这个小孩不好 而是大家这么痴痴迷迷的看这个东西 你知道内地现在有一个胖小孩 对啊 眼睛一斜 对 他一点都没事 他随便一斜 那天他还讲了 他现在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头像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大众口味 你知道现在无数的人 这些高管啊 无数的资本家啊 都在千方百计队模大众的口味 到底是往哪个地 风向什么地方 你看 你说这个反制啊 我现在发现这个年轻人们讲笑话 都能看得出来 他现在不为了逗乐 叫冷笑话 冷笑话 现在最时髦的冷笑话 比如说就是说 徐老师 有一个人长得像洋葱 走着走着 他就哭了 这就是冷笑话的效果 你看笑了也很好玩 对啊 所以有两个饼在街上跑 跑着跑着饿了 就把它给自己给吃了 冷笑话 冷笑现在 很流行啊 对啊 你说这算不算反制呢 在互联网上有一个所谓的 叫正教效应的东西 什么正那俩字 我不知道 人家跟我讲 正教啊 正教 类似也可能我说错了 但是呢 他说就有像你在KTV里面唱歌 如果你的话筒 正好对着那个喇叭 比如说你在这唱歌 后面又是一个音箱的话 那么那个声音呢 就会出现 叮的很响的那种声音 消叫声 对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互联网的效应 实际上很可能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只比别的网 那个短片呢 多那么十个点击的率 但这十个呢 大家把牌排了第一名了 于是就很多人说什么东西的第一位呢 然后又去看 然后又形成更多人看 然后又加强了 他排在第一个 某种意义上 总统也就是这样选出来的 对 我感觉啊 这些流行的 它有些规律很难做 比较香港前一段时间 一个巴斯阿苏 没错 记得吧 没错 你仔细想一想 你看这个 这就是一个人骂人嘛 你有压力 我有压力 最后连 连 这个特首 你说来的 你要吗 我的呀 我的呀 没改 最后谁都来讲这两句话 没改 普选的问题没解决 什么工资的问题没解决 什么 就所有这些东西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前段时间这个芙蓉姐姐 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东西有点怪 它低于我们一般人的智力的水准 但是它又某点好笑 现在很多社会学家在分析这个道理 本身你可以看着 比方刚才这个舞棍 你怎么来说 它为什么有九亿的点击率呢 对不对 什么道理呢 你可以把每个动作拆开来都不值得 你要做一个都做不出来的 你今天叫你网站造一个什么个英雄 你造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网民的这个心思 现在很多人 我现在很同情 像他们像你们这样做传媒的 就是说你得团磨这个大众的心理 没错 苦啊 苦就是吃大众这碗饭的 而事实上 所谓的去做这个大众心理去研究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永远落后于大众 当你明白 它是这样的一个时候 你再去做一个的时候 往往就不运行 就不work的 对 他永远来一个这个舞棍 约别没用 所以说在福龙姐姐之后的 所有姐姐都没有红过 对 反倒是福龙姐姐在最高潮的时候 天仙妹妹出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觉得 我实在受不了 这样的女人 天仙妹妹横空出世 是吧 所以她就像在摇摆的过程 大众的趣味就跟女人的裙子一样 她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两边 就是她长短 她也是摇摆的 但是我告诉你 也有想过反过来的例子 我也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现在传媒都跟着这个点击率 跟着大众的趣味走 那莫多克 这个香港人叫梅多 你知道他买了这个美国第四大的电视网络 对不对 但是他怎么也竞争不过NBC ABC跟CBS 那么怎么办呢 他就想出一个奇招 大众喜欢什么 喜欢凶杀 喜欢亲情 喜欢什么什么厌情 什么什么 他就找出一个Simpson 知道那个橄榄球运动员 就前些年全美国公审了以后 最后没办法证明他杀七 这个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吗 他找他写了一本书 If I did it 如果我做了 这本书写什么 就是我怎么杀我的太太 啊 他假的 你知道这个英文的语法 最近英国就爱干这个 拍了一个电影纪录片似的 也是说小布什总统被刺被刺杀死了 都是给收视率这颗疯狗追的 大家都追的都已经已经没办法了 出这种奇招了 莫多克这么这么没多 这个这个传媒大王 那本书都印好了 然后做了一个专访 你知道他想想这个一定火啊 这个是杀手舰啊 你想谁都想看 都说假如我杀我会怎么杀 但是结果呢 在美国 这个宣传一做 突然社会起了一个反弹 首先是广告商 抽回来赞助 然后民众团体纷纷抗议 因为美国人心里觉得 虽然这件事情 法律判的他是没有杀棋 但是很多人心里觉得 这个法律是有问题 心里觉得这是一个杀 你这样再来演一遍 洋洋得意的是 If I did it 很多人心里 就会 结果啊 因为这样强烈的反弹 这个莫多克 把书抽回去 把电视节目抽回去 赔了金钱 赔了名誉 出来向大众道歉 这就是说明啊 这社会 就有叫公道自在人心嘛 或者叫犯了众怒了 但是 你看互联网上 那个他也有公道啊 他的公道就是 那样的一种趣味啊 你说 你说所谓的人心 大众的心 它真的是很微妙的 你常常会在一个 很 就平常很坏的一个人那里 突然呢 他讲一句很善良的话呢 那你会觉得说 难道这个人是他吗 他可能也是发自真心的 所以 大众也是一样的 钱中书说 善良的人说句恶毒的话 就特别恶毒 问题是 善良的话 也显得特别真诚 但是问题是 一个人的头脑里 善恶呀 是混杂在一块的 什么情况下 会暴露出什么 很难说 事实上你会发现说 现在有很多人的问题 他得不到解决的时候 他在网络上去寻找答案 而答案往往会有解决方案的 前段时间有本书 叫男人为什么长乳头 是吧 理论上来说 男人本来就长 男人为什么要长 他没有用的 他又不能补乳 谁说没用 有的男的也能分泌乳质 但是这本书 男人还会得乳腺癌呢 你知道吗 我刚学的 前段时间那本书叫 男人为什么长乳头 是吧 那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在我们的网上去search的时候 发现真的有人提了这个问题 而且洋洋杀了几百个答案 有什么惊人的答案 你可以去看 我忘了 但是他就讲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还有包括说 其实可能乳头也是有具有表情性的 比如说一个字式 是吧 在被砍头之前 他被脱光了衣服之后 他没有怕嘴被塞住了 是吧 他的乳头就像一只眼睛一样 立起来 没错 他在寒风的刺激之下 乳头站立着 颤抖着 你们拍表达了 你们拍了就超过加拿大的男孩了 不是 我们谈的话题 你让我回来 你让我谈回来这个话题 不是 你让我谈回来我的话题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连问题连答案都已经是在那里了 那人还要干什么 就是人要只要学会做什么呢 重新学会了解什么叫学问 你要知道答案是不难的 收索引擎一定不可以帮你解决 重点是你要问什么问题 吃完个为什么 好 问的问题 最好的就是男人为什么要长乳头 最好的回答是原来乳头还有表情 反自反自 好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我对这个互联网有一个怨气 或者说我最近的这个很多媒体从业人员的这种无奈 你好比说呃我感觉你比如说要在美国你弄一个黄色录像带就像你刚才讲的理由他本老百姓不会引起那么大注意或者你搞的东西太邪恶了他甚至于像辛普森这个事全民就反对了但是在咱们这儿啊你看到的就是关注你看一个一个呃话题人物抛出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关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是瞎说啊我感觉是不是咱这骨子里啊有一种奴 不幸呢还是什么不是就被人牵着走我为什么觉得冤呢就是说呃过去比如说我们的话题呃谈谈政治谈谈经济谈谈文化谈谈艺术或者谈点什么啊但是现在我就常跟他讲的两年来我们完全是被互联网的制造的话题牵着鼻子走 你说过去中国人几千年被皇帝牵着鼻子走后来可能是呃被党派牵着鼻子走现在呢被人民牵着鼻子走人民自个牵着人民的以人民的名义什么人都是以人民的名义网上你不能说代表人民中国为什么出现像你讲的这个情况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整个公众空间太单一化牵着走我觉得主要还是法治社会不够还是法治程度不够怎么讲呃比方香港哈最近出了两件事情 网上是一个虚拟世界就有一些人呢就在网上研究做炸药嗯他完全没有实际的完全人跟人没见面的就是讲做炸药的知识就像你说的我问问题嘛我问问题可以吧炸药怎么样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做一个什么什么炸药什么被警方逮捕了第二第二还有一个强奸小组啊他们完全不强奸的右肩怎么引女孩子用什么方法可以 可以完成这个事情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网上虚拟世界讨论根本不复作行动根本人跟人都不认识的警方采取行动所以你说呃过去哎我很赞同你那个观众就是说现实世界跟这个虚拟世界啊是有联系的它是受现实的法律制约的你不是说随便拍的什么东西可以拿上去以为怎么样马上警方就行动了就这两个事情就就警方就逮捕他们这两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些这个 嗯国家的这个官员包括的管理官员呢其实都也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呢也把跑到全球啊去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呢事实上呃中国在互联网上的管制呢还不算是最严肃的中国只管一些不该管的然后该管的不管其实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所谓的网络警察对他们也会进行管理所以呢据说呢现在中国政府呢包括一些一些一些机构呢也正在开始制定一个这个 这样相对的政策好像徐老师对这个张玉录像带的事就认为是法律方面的问题这个在在香港那边这个我有有律师朋友嘛吃饭的时候聊起嘛他们说哎呦他说那个女的他说他不是太无知就是太勇敢了因为他等于在自己举报自己啊因为他里边讲了一段他不是好像是我我我详情不太清楚听他说好像是我全情有一个有一个呃他介绍一个女的付钱让他跟一个什么导演做事情 然后他在旁边他说这个事情呢在香港呢就是典型的教唆这个卖淫罪香港是这样 嫖客就是这个性工作者的工作者不犯罪的顾客也不犯罪的但是经营者是犯罪的 你明白没有这个他的法律规定的清清楚所以这个行为你找来某人给某人他们有金钱这是你介绍的 你你就犯构成了罪名了警方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呃这个这个举报或者打官司警方就可以直接介入了那律师说哇这个他说你们大陆真开放 哈哈哈哈自己跑出来说啊而且还有一位他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讲了讲到这个这个事情就是说说说所谓的这个呃性贿赂吗 嗯实际上就是说受贿要犯罪啊刑贿其实也犯罪对啊对啊对啊他是刑贿嘛是吧对啊所以好多事我觉得道德如果说不清楚 我觉得法律相对说得清楚道德呢也说得清楚因为中国是人质社会嘛不管怎么样导演跟演员当中演员是弱势的男女之间女的是弱势的嗯所以一般的民众在网上啊中国的人质社会会同情弱者嗯大部分人会觉得我我看到还有人说是农民代表我们农民工啊这个这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啊揭露社会黑啊 因为你知道弱势的群体总会觉得任何捣乱都是好的只要是向上捣乱向有权是能捣乱你而且游戏规则呢总是利于上层的人的所以同情是合理的问题是中国的这个人质社会呢他不会把同情跟理智分开西方的这个法治啊其实说来有时候你也觉得蛮荒唐就是明明觉得因为我我我见过这么一个一个事情啊 嗯有个男的骗了那个女的好多钱感情上骗钱也骗骗了很多钱那女的实在气死了后来有一天呢把那个男的呢骗到一酒店里吧男的洗澡的时候他就把男的的表啊跟他的几千块钱偷走了拿走走了以后几个女的就在那里拼命笑说我终于捉弄他了结果呢这事一到警察局呢是女的犯罪了你明白没有没错法官说我非常同情你那个男的是骗了你很坏很坏可是犯罪的是你因为你是偷窃 他自欺骗你知道就是世界就根本不讲道理有的时候就需要我又不讲了 我也得发点言我就说啊你说的这个事我觉得就是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啊张玉录像带这个事出来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少数几个男人在我的认识的人圈子里表现的格外的暴跳如雷表现的格外的气氛张玉怎么能这么干或者犯罚的或者什么什么的大部分人还是同情 然后呢你仔细去想一想这几个人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你就会觉得呢他可能啊有这方面的事就是说可能过去也跟女的有过一夜情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事对他来说真正的恐惧是什么啊被设计就说要是这样的话将来你还跟就是那就你不能随便跟一个女人有任何的这种关系问题是你可能是陷入了一个局中的 法治社会的原则就是说他不是单单保护少数人的他理论上你可以为这个人就可以为所有的人因此如果一个人拍的比方说你随便谁拍的梁东你想想你的女朋友他可能也拍了你的录像啊他藏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现在我们没有法律说他这个是犯法的没错你知道东哥这得小心有的时候跟我说你不要随便举定我是受害者我不觉得不要以我为例子我觉得夸张 咱们也夸张咱们在东北有一个电子学博士不要用我做例子谢听了他老婆五年知道吗把窃听器放在他老婆的高跟鞋的跟里放满了后来他老婆有一次找鞋像鞋跟掉了定鞋才发现这个当心的东哥什么果的咱们不要用我做例子好不好这样会有误会 没有误会就说明像你这么一个好人都有可能被人设计这个是普遍人权人的适应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对不对人有不想被人家看到比方说你好端端的你在上厕所人家拍你你不想被人家拍你有这个权利对照我们过去想问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又不是见不得人吗不对我不是见不得人我不想见人行不行啊这是基本人权但是问题是过去对这些东西是有一个限度的就算就算你的朋友悄悄的拍了你五年的照了什么照都有了他拿不了发表 他给给我们杂志给报纸我们会把它拒绝现在有一个互联网你明白没有所以这个没有多拉的 盒子打开了我们的法律就要修订了嗯咱们去广告吧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个事啊有一个值得认真不值得认真就值不得认真的是什么呢他互联网上的很多东西啊自己也没有经过慎重考虑也不是像咱们做节目想好了我要发表个意见他就是个娱乐他们有时候骂人 他也是娱乐那更贴的是娱乐啊但是史创的原来发上去的他是想好好这就说到第二点了也有值得认真的一面值得认真的一面你想法律吗法律就叫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生问题是在于事实是什么这是事实吗我觉得很多有意思咱要不说咱们就娱乐瞎聊那个事啊其实有时候跟枪枪也差不多那事是真的假的还在其次主要的是带来了我们半个小时稀里哗啦的聊天我不是也不是 像是娱乐啊像是你们上次节目不是采访的那个那个张张悦啊他不是有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啊他说我就是要闹闹到胡锦涛也知道啊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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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看他们管不管这个事情他这个态度是什么这个是秋菊打官司啊 嗯这个是老小老百姓小女子喊冤期待青天大老爷啊嗯所以他这个后面为什么很多人支持呢就是因为你不要忽视中国虽然一方面后现代一方面前现代明白老百姓喊冤这个心理传统还在实现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你这个掌权的阶层你们官官相互你们压制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我们要喊冤赵成的导演跟你演讲话就是说就是很多人是结尾太符合逻辑了 但是你想这个喊冤的声音和我们很熟悉嘛历来都有这样吗这个喊冤嘛对不对但是其实的情况是现代法治社会就是我们常常会发现你再同情可能法律还还还抓抓这个问题这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嗯嗯梁东怎么样在互联网上你会发现说弱者是真正的强者真的怎么弱者才是真正的强者啊举个例子看看比如说前段时间是吧我们 嗯正的我不想说我们公司的例子来明明大家导演就是对对对对对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小胖前段时间不是小胖眼睛斜斜的那个吗小胖他们其实他的真正的强势他的比如他的神态那种强势呢在互联网上到处传播那是因为他是个弱者你知道吗如果他是某个高官的小孩子他有这样神态的话他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或者他就被精心死了所以有些在网上包括现在有些大众娱乐的选选举啊这出来的这种一晃而过的明星 自己得心里明白其实无意当中成了人家的玩物是不是有时候啊已经成了人家的玩物反过来我翻云覆雨我玩玩你们你们玩我我玩你们这就是个个人设计啊你像有的人你们都拿我开算是吧好我索性就已